妹妹,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咳嗽感到,我的事又要往后推迟了 你真推迟一次了,我心里很难伤,你知不知道 你就不把我的事 要不是我爹往后也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苗 一大清早,星星跟月月就发生了争吵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星星的生日是大年初三 本来是在老家过的,但是老家特别的冷 所以说我们就商量着,要不我们回长州啊 去海底捞过 才回长州两天,我们就在丑化着怎么给星星过生日了 今天早上起床,月月她咳嗽,感冒了 美姐就跟星星说,能不能把生日往后推两天呀 这一下星星就不乐意了 爸爸怎么办呀 我本来大年初三过生日已经往后延迟了很多了 然后又往后因为咳嗽,感冒 然后又往后延迟 那我们开学之前还能过上生日是吗 妹妹就认为这小家伙还理直气壮 他在做什么 他就认为说,你大年初三已经过过生日了 不需要再过生日了 月月,是你说姐姐的生日在家里已经过了 不用再过了是吧 不是 怎么了 就是嘛 就是嘛 我都说奶妈妈妈说,往后 十一天 十一天 嗯 我跟你说啊 姐姐的生日是大年初三 她 虽然说时间过了 但是 姐姐并没有过生日 她的生日蛋糕 生日礼物都没有 知道吗 我心里还有一点点小心思 什么小心思啊 就是我 就是我 一些小心思 一些小心思里面 都想着姐姐生日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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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给她买 哦 你意思 你的小心思是 在想姐姐过生日的时候 给她买什么礼物 是不是 对 听见没有 她可真是会说呀 哎 人家能说出这样话 我相信妹妹她不会撒谎的 那请问我开始之前还能过上生日吗 原来我 足以堆积如山的时候过生日 那能开心得起来吗 行 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对